各地丘粮收购正有序推进 近日福建省南安市的一个 新建粮库项目开始首次装粮 这些粮食如何从田间送入粮仓 又是怎样实现智慧化管理 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粮食的品质是储粮的第一关 在福建的一家粮库 检验人员通过签样采集 新入库丘粮样本进行检验 杂志 然后水分 然后粗糙粒 整精米粒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脂肪酸值跟品材品温值 卫生值标的话 一定要达到三等以上 我们才可以判定合格入库 通过检验 称重和录入信息等 一系列流程后 筛选合格的7.46万吨丘粮 通过传输带从装粮车 进入新建成的四栋平房舱 和六栋潜员舱 据了解新建粮舱使用了先进的 绿色生态储粮技术 实现储备粮 准低温储存 与质能化管理 这边是两道防潮层 这两道铺下去防止地平潮湿 对粮食会起到保护作用 这一个是地上楼 它有开口可以通风 这个气体可以往上 采用了这个双层顶的设计 就是在我们现胶火灵土平面上面 还能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斜屋面 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隔热防潮效果 是一个自库吸层 另外在我们平房舱内墙 在我们原有的完成面上面 是增设了一道鱼丹板 这个也能起到一个很好隔热保温防潮效果